Q&A 富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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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小姨子 跑路 集资 破产 一无所有 第一个因富小战车进去的创始人 我不是要 我是谁用啊 我家有两家珠宝店 两个服装厂 一个食品厂 还有20家金融店 我有一样28 我有一辆保尔街帕拉梅拉 我有一辆保尔街卡业 没有人会直步不前 有多少钱你都看更高的高度 三 虽然我知道中国出不了几个马鱼马花腾 但是呢 总想做那样的人吧 丁丁丁的从头到尾都很顺利 我天天晚上铺车不到凌晨四五点 早上还得去开会 还得去商机 还得搞融资的这些事 那时候天天从早忙到晚 然后每天晚上铺完车以后 我们都会说出去 猜啊今天晚上数据怎么样 三千还是四千还是五千 我们就开始猜嘛 反正每天晚上都挺开心的 看着这数据碰碰碰往上走 其实坐过晓弹车 我要不做这事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融资 什么叫创投圈 什么叫互联网思维 互联网经营 我爸这样的企业家 他还不懂 就是当时有人找我 我们百分多几百万几百万的 然后他占很小一笔比例 我爸觉得很惊讶 这东西凭什么能融这么多 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时候 就是欧佛哥摩摆 眼看着他们盖高楼 融资几个亿 而你融资只能拿几百万 现在是不甘心的 要是大家都是同一个起跑线 大家都是同样的资金 你们不一定玩得过我 不一定干得过我 我现在没地方住 我现在没有家 四海为家 如果真是单纯的失败的话 我能接受 那就是四月份了 然后就来了四五个人 说问丁总在那儿 然后有人说这丁总的儿子 上来就给我拦嘴巴子 脑袋被蒙逼了 然后打电话我爸 我爸就说没事没事 你这个能处理好 小事 打电话给我妈 我妈就把很多东西就告诉我了 就知道家里出事了 我爸那时候就开始 结高利贷这种东西 我爸妈是七月份进去的 我是八月份都要进去的 我在客户所里 刚开始进去的时候 我在研究我能怎么自上 因为太难熬了 我知道我爸在207 我在101 放风的时候也是喊那一句口号 遵守纪律 服尊管理 认证发行积极改造 我会把声音喊得特别大 看他能不能听到 知道吧 但听不到了 因为距离太远了 但我那时候想着 他如果能听到就好了 里面那些犯人 他们都叫我二代 说我没有吃的 他们就把吃的都给我 二代 你吃 他就说二代 你家太惨了 二代 你不能让人家 连个草都没有了 二代 你怎么都得自己加油 我怎么都给家里震口气 我在里头吃的 其实永远不够吃 每个月看守所 可以发两次吃的 我爸我里面的管教 给我送了一次擦子吃的 然后有一张小纸条 当然他是不能给我的 就是写了两行字 上面写的 儿子 忙好 在里面不要敲食 爸爸爱你 不要怪爸爸 就这么多 看完以后就死掉了 然后我进去以后 那眼泪就啪的一下 就忍不住我要流 其实钱这东西 倒不是说是很重要 那个时候 我只希望我爸妈 就是一家人能在一起 就行了 但那个时候 连家人都没有 就什么都没有 谢谢 看你们合适 谢谢 再给我来一点吧 多给点 吃到这些 简直就是豪华午餐 你说这个 这个 还不够豪华吗 我爸妈属于溺爱我那种 溺爱到什么程度 小学有一次 三考试没选到 我爸妈就去给老师送礼 老师重选 都是这样 你说我能遇到什么困难吗 我想过的福布比别人少 我那时候也跟自己说 我这一辈子什么好的 我没有用过 什么福我没有想过 但是 只是走得太快了 而且什么一下子瞬间 就什么都没有 放手一拨吧 别顾虑太多 这就是能拥有的性格 不问人生路 几座开风格 一强热血赶来赶索 我看这门怎么开 稍等一下 师傅 我们这家地到了 能开下门吗 因为卡车十二点前 前不能进 就不能进市区 我来的时候 我来的时候他们说租了房子嘛 我过来的时候发现刚租的 要电没电 什么要水没水都没冲 都是刚租的房子 这边也是刚租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就是说是为了我租的 还是说怎么样 哦 鱼仔那块 小鱼哥吧 这个小点 给他填这个 小鱼哥 你先收起来 这个时候趴起来 那给你贴一块 这是我弟弟 这是你弟弟吗 顾顾的儿子 顾顾的儿子 以前我们生活都特别好 人家都很恭敬你那样 现在都得听人家话 人家还给你谁眼色看什么的 就很多朋友就 根本就不想理你啊什么的 找到干嘛什么的 爱理不理的 就个个就看你笑话 就很寒心的 不要发票 没有一点意 不要票 我们给票 我们不要票 我们你不要票 我也是那个价格 他省定过不去你知道吗 老板不过来 我也不好打一则 老板拿点钱 也不好你知道吧 你看我这总共里面 就剩四千块钱 里面有三千是我的 真的啊 你们三千是我自己的 我一个月一个月的付 然后你到时候 我不交钱 你就把大网给剁了呗 但是半年的费用 就不是那么多钱了 每周都有周报 所以有些东西是买不了的 尤其是你太子 我已经一直当太子当官了 我跟我朋友就在说 这家公司三个月 给我三个月 如果没齐色 那就不做了 我没有要工资 我只要了股份 做得好 那股份才值钱 做不好 那股份就不值钱 坏话说在前头 把坏话说在前头 就是呢 不要到时候某某点到名 业绩没出来 大家既然到了这儿 就稍微认真一点做事 好吧 我给我很多人私信 给我发一个几十页的BP 就是商业提报书 问我这个东西去找融资 知道能不能成 我现在就被他们搞的 搞得跟 不是什么失败 搞得跟教授似的 说实话 天天给他们整整这个 整哪个的 现在 还有两家公司在等着我去 说难听的都已经开始在抢人了 我不愁 没有平台 没有积蓄 再往右边去 再往右去 这边逛不上 这边差不多了 就是我现在吧 看我这样落魄 很 就是 一无所有嘛 但我心比天高 路子可以 走 跨步慢点 但是志向不能变 所以 就跟他 志存高远 我这辈子的目标是 向着 能给我爸 用我爸的名字 在老家 起一栋大楼 叫文心大厦 我爸这人很好面子 他这一次进去 出来以后也会躲着人 我要让他有面子